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如果再结合第七期海藏专题我们所提到的代表多拉格的乌云 以及之后在罗格阵击中陆飞和巴奇的闪电来说 多拉格所展现出的能力准确来说都更像是一种比方更为复杂的控制天气的能力 但从多拉格之子陆飞在后来 美风使用霸王色和其他强者相撞时所产生的闪电脉冲 四方白胡子和红发霸王色对撞时 天空中的乌云被拼成两半以及罗杰在和金狮子的爱德沃海战中 所可能展现出的用霸王色控制海上气候 既然一发海啸打在金狮子的诸多势力来说 足够强大的海藏霸王色强者完全就有可能具备用霸王色来左右天气的能力 从这个方面来说 用三色霸气尤其是最顶级的霸王色持有者 以及自然气风风果实或是暴风果实能力 来概括形容多拉格以风波明显特征 并能控制天气的能力 似乎就更加简单明了 在生命卡的资料中 多拉格传的名字VL格拉巴中的VL就是西班牙语中的风的意思 而格拉巴所指向的不至于晚自救时1956年 曾引诵82名古巴革命战士 从某西哥前往古巴的格拉巴游艇号 这个算是呼应了他的主人 既和风相关又是革命军的特征 然而船的名字还是不足以形容他和龙相关的外形 结合上文进一步来说 不管是控制风的能力 霸王色 以及船的名字都还是不足以展现 多拉格身上诸多和龙相关的特征 随着115期海藏专题 我们所讨论的幻兽种巨龙白兽凯多 似乎已经在《魔法剑军》中顶替第77海藏专题 我们所讨论的能呼呼唤语的神龙多拉格之后 多拉格和龙相关的能力 似乎就变得更加不说迷离 然而在221期海藏专题 我们所讨论的革命军参谋者 萨博同学所拥有的 是从多拉格的龙爪拳招式 算是给我们又带来了一条线索 在获得烧杀果实后 萨博在击败巴扎斯时 曾使用出了一招 火焰龙爪拳 火焰龙王 而其中的龙王可能就正是 揭开多拉格能力的关键 正如1177海藏专题 无所讨论的龙王以及龙神的异象 在海藏中已经明确出现在 晕倒的龙王宫之上 从这个方面来说 在海藏世界中如果真的存在龙王 或者和龙王相关的恶魔果实 也就不作为怪 以古代种恐龙也被归类到 龙龙果实的反常来说 海藏世界自然就不会 只有一颗和龙相关的恶魔果实 换言至凯多之外 在海藏世界完全就还有可能 存在着其他的巨龙 而在中国石化中 四海龙王的概念 正好也就对应了 海藏世界中的东西南北四海 龙王能呼风唤雨 并能投影用雷的能力 我们就不用多说 而在我们现实世界中 也确实存在着一个 突出神话中龙王暴风能力的案例 那就是形容了一种 热带风暴的龙王 又名暴风龙王 这个灾害的异象和名称 也算是能完美的形容 在海藏剧情当目瞧一指 哥米精领袖多拉格 所展现出的 激拉风又可怕的强悍能力 当然必须要强调的是 这一切都还只是胡扯猜测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不管是自然系还是动物系 幻数种恶魔果实能力者 暴风龙王 哥米精领袖多拉格一出手 就注定会带来 灾难以外的后果 好了 本期内容就这么多 希望给予节目 帮助和支持的观众 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来支持海航员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海航员 海东真提 我们下期再见